L美妝教室上課囉 大家好 我是L的美妝教室班長蘇茵 今天我們請到的助教是 Mandy 夏曼蒂 哈囉大家 我又來了 我是助教夏曼蒂 每次遇到曼蒂在一些活動的場合 都會看到你全身都是香香的 然後一些紙圓啊 或者是手肘的部分都沒有什麼暗沉 對 我就是一個非常注重局部保養的人 尤其是最近非常時期 所以手的保養更加重要 所以身為助教的我呢 又幫廣大的網友們 搜集了各種的問題 今天要來幫你們做分享討論 真的耶 因為每天可能噴太多次酒精 然後酒精它都帶走我們皮膚表面的水分 那除了擦護手霜的頻率要提高之外呢 其實還想要分享一個小步驟給大家 就是我們每天在晚上的時候呢 可以先用這種紙圓油 稍加按摩在自己的紙腹旁邊這邊紙圓 再擦上一些護手霜 覺得不夠力的話 我會再疊擦一點像是這種 凡士林之類的油膏 再套上這個棉布手套 然後去睡覺 隔天你就會發現你的手部肌膚 它可以像寶寶一樣光滑呢 真的 手部保養非常的重要 因為其實我有發現啊 像有些男生 他們現在已經不單單是看女生的 顏值啊 身材的部分 都是會注重手跟腳的細節 那女生呢就要更加勤勞的保養 不然你看如果只有臉漂亮 結果手跟腳乾乾的粗糙又脫屑 那就是非常扣分的 手指手肘附近有暗沉和乾燥脫皮的現象 請問該如何保養 像我自己啊 包包就是一定要隨身攜帶這一種 香氛美容保養精油 可以直接擦在手的地方啊 它不僅呢 是可以滋潤的手 還有一個重點 它這一瓶 非常的好聞 不管是日常使用 或是有時候均裂的話 你拿出來都可以做印記 這瓶Nighting Again的小花瓶呢 用起來既清爽又滋潤 裡面含有很多的脂脆精華油成分 像是有機的合合巴油跟甜心人油 這兩個成分呢它的吸收效果非常的好 也可以軟化我們的角質 此外呢 它還有添加上是 Omega多重修護因子 還有天然專利的非洲地卡果油 這兩個成分呢 其它的修護效果非常的好 而且使用起來很輕膚 可以在我們的肌膚表面 形成一個養護的滋養膜 這一瓶其實一兩滴 就可以擦滿你的紙圓 那多餘的呢 你就把它帶到手心手背的地方 它滿上就可以緩解你的手部乾燥 所以你手部啊 只要有任何乾燥的問題 都可以靠這一瓶小花瓶來解決 很多女生都只會注重臉部肌膚的保養 其實我們的身體肌膚一樣 它會有一些暗沉或者是鬆垮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各位女孩們 千萬不要因為懶惰而忘了保養身體 這樣子你身體的肌膚可能就會加速老化 身體保養的重點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們要依照不同的季節跟膚質 去選擇不同的沐浴乳乳衣或乳霜 美容油再擦這些 身體保養品的實機點也很重要 我們可以在洗完澡 身體還有一點水分的時候 立刻擦上去 這樣子它的吸收的速度會更快 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沒有全身都能夠使用的美容保養精油呢 那不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的 這瓶小花瓶嗎 就是我們除了在按摩指援之外呢 也可以把它帶到像是手腕啊 或者是耳後的部分把它當成蛋香水啊 它還可以當作睡前的按摩油使用 像我就會把它點在肩頸的部位 然後搭配一些簡單的按摩 然後就可以舒緩一整天的壓力 班長你看它裡面都有那個漂浮的花朵 它都是那種全天然有機脂萃製成的 完全真材實料 沒錯它不僅全身試用 由於它是天然有機脂萃無添加的成分 所以連孕婦啊嬰兒都可以安心使用 簡直是一瓶CP值超高的美容保養萬用油 而且小花瓶啊它有四種香氣 都非常好聞 像我剛剛使用的海洋香呢 它聞起來是比較有一點中性調 很舒服很清新 不管男生還是女生都很合適 品牌這邊特別推出了一個 週年慶的系列組合 除了有小花瓶之外呢 還有現在常要用到的護手霜 還有一個特別設計的口紅包 可以拿來放我們的小花瓶啊口紅啊眼藥水 或者是AirPods都很適合呢 這個限量款的白色呢 它還有附贈一條銀色的鏈子可以交換使用耶 這組合也太划算了吧 而且這包實在是太適合我了 我已經等不及直接去下單了 你們看我背起來是不是超搭的 這個週年慶組合是不是很適合用來搭配 我們剛剛教給大家的手部保養步驟一起使用呢 那有局部乾燥脫皮困擾的同學們是不是有學起來了呢 今天美妝教室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